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收看隔夜飛的展賽經 Mobile 今年我世榮跟大家見面,真的有隔夜飛沒那麼早出 可能星期六跑較趕急,大戶也要思考 在這個節目中會和大家說一下隔夜飛 用兼姐賽買app 看看大手星傑躲在那些飛 一注買多少 心目中有數 冷碗有景棍的 每次都可以先隔夜飛買好 真的很神奇 到時會飛你不知道 被他吃到飽了 還沒說之前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手邊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買頻道 不是 明天我和忍子做Live 給大手星傑 Win你看 你也不相信嗎 好啦 馬上帶大家看看有什麼景棍 看到頭場是麗飛來的 潮州大興買萬三 後面葵衝精英厲害 冷碗肯買一萬多元WinPay 也算不錯 另外一人不扮馬 另外飛馬輝王有人買位置正常 月標和四季起 我有信心 但月標是否一當幫到他呢 我覺得像月美多一點 看看馬主是否那時候慶祝 四場是沒有的 五場有位置飛 影實大型本正常 買兩萬元 第六場又跳開了 第七場二話不雪 買一萬元麗飛 沒以為是很冷落 剛剛開飛沒多久 第八場有人玩八太子 潘頓馬也正常 他選騎吾皮 但電玩時代才買四萬九元 難道這麼有信心 我覺得臨場你要看看這隻馬 第九場還未有的 尾場呢 星雲指著 當然有人搏冷 都是禮飛 一萬元 超白城區差不多贏人 有禮飛也正常 好了 講完五場之後 明天記得十二點我會和銀子一起開LINE 到時大家早點見面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多謝收看這個隔夜 必然前財經 時間差不多 記得收睇和訂閱 拜拜 以上馬筆推薦由 蔡安永雄雅人 採持撥 急升或急跌 投注者可用龍獸投注全部損失 過暗扁明迫反映狀來表現 投注釋法風險 應該評估馬筆所涉及風險 和細葉建制賽馬 App 大手升跌 記住鴻楓 但鴻楓明天很穩固 但又沒有人去買這個組票 看看如果臨場回票 到底都可以試一下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的創辦頻道 到時再見 拜拜